When the worst is almost over When the war is almost done We tell each other As we come undone 大家好 我是章心設計的設計師EVA 大家好 我是章心設計的設計師阿國 今天我們要為大家介紹的 一樣是住家空間中 常出現的一種建材 石材 EVA 我們在住家空間中 怎麼樣去使用這些石頭呢 一般我們會使用在地平及牆面的一個部分 當然譬如說我們可以今天想要呈現 食材一個簡單素芽的感覺 我們可以直接膚色在我們的一個玄關地平 去表現它整體的一個自然感 或者是說我們可以挑選一個深色系的一個食材 讓它有一些紋理的一個質地的自然感 然後搭配一個白色系的一個牆面 去呈現整體的一個對比的一個方式 那如果我們比較喜歡有變化的方式 我們可以利用大理石本身的一個紋路 來表現 那或者是我們可以去大理石場 去挑選一些已經製好的一個製成品的一個拼花 砍在玄關的一個地平 我們也可以請設計師量身訂做一個 適合你們家的一個圖騰 然後利用大理石的一個水刀 加工的一個方式來製作 但是造價上面會比較昂貴 那另外呢我們也有一個特殊的方式 其實是利用一個大理石與瓷磚的一個拼貼的方式來表現 玄關也有很不一樣的感覺 那Eva我們在大理石的使用及保養上面 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一般我們會建議客戶就是大概平均兩年 地板的部分地平的部分 我們去重新再美容一次 讓食材的一個亮度可以保持一個 比較明亮的一個感覺 那大部分我們會建議就是客戶不要用到 大量的水去拖我們的一個地板 因為這樣子會削減到一個食材 它的一個光澤度 或者是清潔劑的部分使用太多 一樣都是同樣會傷害到它食材的一個 表面的一個保護層 所以在清潔保養上面 我們會建議客戶使用除塵拖把 去清理我們的一個食材地平的一個地面 另外呢我們在電視牆面的檯面上呢 也滿常出現一個使用大理石的狀況 那還有在一個開放式的廚房呢 我們有時候會有一個中島的一個 輕食吧台 也會使用到大理石 那講到輕食吧台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會想在上面喝點紅酒啦 咖啡啦 那這時候觀眾朋友要特別注意就是 紅酒呢本身具有一點酸性 如果倒在檯面上 大理石檯面上的時候要趕快擦拭 不然會導致它的一個霧化的效果 那還有呢就是在廁所的洗眼台檯面呢 如果在使用完畢的時候呢 盡可能呢將乾布的部分 將多出來的水質擦拭乾淨 那這樣可以增加檯面的一個使用年限 畢竟石材它的價格也不便宜喔 當然由阿國前面所說我們一些 操作上面的一些注意失效 我們要特別小心注意 這樣子才能夠保有石材 它的一個自然感跟耐久度的一個部分 在哪裡 再來 明镜与点点栏目